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制作出花样百出的模组了 一出游戏的加密系统 完整破解游戏当然不在话下 最差的情况是 对之后推出的线上模式造成影响 由模拟山羊游戏设计师单独开发的 老年人恶搞沙盒游戏 模拟老大爷将于不久后在steam上推出 本作的背景设定在近未来 那个时候人们都不愿意生孩子 并且年轻人沉迷电子游戏不愿打工 没人支付养老金了 所以老年人的我们只能自谋生路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打拼 游戏中玩家可以操控暴走大爷 完成各种各样的恶作剧 如手持巴拉拉魔法棒 给屁股后面来一个氮气加速 燃放烟花一飞冲天 或者使用电线来一场电击烤肉 此外游戏还有着十分细致的肢解效果 掉脑袋掉胳膊掉腿 掉的潇洒 掉的自由 战术模拟游戏破门而入合集包 迎来1.5折促销 售价17元 包内共有破门而入和破门而入行动小队 两款游戏 交单独购买 节省两元 游戏中 玩家将率领一支特种小队 需要仔细分析作战环境 规划好自己队伍的行动路线 在做好预推演后 给各个小队成员下达指令 将人质安全地从歹徒手上营救出来 游戏支持关卡编辑器和任务编辑器的玩法 玩家可自由发挥创意来构建关卡 并与好友合作完成营救任务 狼人杀类型的多人生存游戏 冬日计划迎来近史低24元 游戏以雪地为舞台背景 支持最多8人共同游玩 玩家分为幸存者和背叛者两大阵营 幸存者需要收集资源 并克服恶劣环境来生还 而背叛者要阻止幸存者逃生 并在不被认出的情况下 尽可能干掉幸存者 在玩法机制上很像狼人杀加饥荒的组合 作为狼人类型的游戏 玩家之间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游戏提供了语音和文字聊天 等多种交流途径 适合拉上好友一起开黑 肉贵平台动作游戏 形骸骑士 建议结束抢先铁剧段 发布了正式版 同时游戏迎来平时第42元 正式版新增了第四世界 以及相关剧情 玩家将可探索全新地图区域 云中塔 解锁锯齿斧 风之角和追魂符咒等新道具 并挑战大量新增怪物和boss 情骸骑士在画面上采用2D的手绘风格绘制 对场景和角色的刻画较为精致 本作剧情围绕着王子阿贝尔穿越多个平行世界 调查神秘瘟疫的起源来展开 游戏的整体难度不低 除了常规战斗外 玩家还需要躲避大量的弹幕攻击 不太适合休闲玩家入手 政治策略模拟游戏真实政治2将于11月18日登陆Steam 玩家可从当代208个现代化国家中选择一个入手 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大力开展经济建设 发展军事武装 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 提高国际地位 并积极处理瘟疫传染病 恐怖主义和饥荒等全球性问题 相较于前作 游戏在战斗系统上做出改良升级 玩家需要综合考虑天气 地形和武器装备等多种复杂要素 并突出海战系统的玩法 游戏中 玩家还将经常面临许多随机事件 小到领地争端 大到隐石撞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访问我们全年都在打折的游戏CDK威电 和重新开业的淘宝链 还有上传视频文案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在公众号留言 指出我们文案的错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